DVN蛋 它是采用的是环保的一个理念 所以说它的整个纸皮箱全部用的都是可回收的一个材质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首先我们能看到机器 全金属的一个外观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右侧的一个 这是音频接口 然后这是USB 3.2 然后这是全功能的SD卡槽 然后它是四出风口 再来看一下这边 然后这个是一个USB 3.2 然后一个HDMI 2.0 还有一个雷定式接口 这个是随机带的一个130W的一个适配器 比较轻薄 等一下我们可以称一下大概有多重 好我们能够看到机器的重量的话是2.06千克 在16寸的笔本里面 这算是非常轻薄级的 好接下来的话是电源适配器 加电源线 总共的话是0.5千克 130W 支持单手开合 三边窄边宽 下巴半指宽 屏占比达到88.5% 全尺寸键盘 敲击键杆 还不错 一体式触控板 好我们拆开外壳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机器的内部结构 现在我们看到电池的话是86瓦尺 然后是双风扇三同款 然后这边的话要吐槽一点的话 就是说这个风扇位置 这里是屏蔽的啊 可能再更高阶的 因为我这个是3050的一个版本 如果说3060版本的话 这里应该是有一个风扇的一个位置 这个出风口应该是有预留的 但是3050的话这个出风口是已经是屏蔽掉了 所以说整个机器的话是有四个排风口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然后这里的话也多了一个 勉强强算出4.5 好吧 然后内存的话 采用的话是两条 海力士3200频率的一个内存条 双8G通胀 无线网卡采用的话是WiFi6 然后硬盘这块的话 我们吐槽一下 这个是2242的一个短板的一个固态 升级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 小伙伴一定要记住 这个确实一个槽点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一直喜欢用这种东西 这个固态 它原先用的这个端口是PCIe 4.0 然后自带的这个固态是PCIe 3.0 需要把这个短板 如果说你需要升级的话 需要把它卸下 然后换到另外一边的一个固态槽位 然后的话 再拿上我们正常2280的一个PCIe 4.0 再去把它升级 好吧 先看一下配置 11代酷睿i7 11800H8核16线程 10nm 显卡RTX3050 内存16GB 3200频率 硬盘512GB 屏幕16英寸 3K 4.5mm 屏幕100% 厚度 厚度 最薄的地方 16.8mm 机身重量 2000克 适配器重量 500克 电池容量 86Wh 好我们开机测试走一波 开机建议大家更新最新DLS 宇宇宇宙 综合性能跑分111万 然后机器搭载新一代的一个i7 11800H 45W功耗 8号16线程 三级缓存24兆 采用10nm工艺 处理器跑分66万 明显高于AMD的R7 5800的54万 GPU采用了最新的RTX3050 流处理器2048个 显存未宽128 显存颗粒为三星 整体跑分23万 明显高于同样 GPU在AMD R7 5800 20万的跑分 硬盘的一个性能读取 我们看一下性能读取是2268兆 写入的话是1140 总分是3805 真要吐槽一下 这样的一个价位段 给个4.0固态不香吗 我们看一下RTX25 单核跑分的话224 多核跑分的话是1880 RTX22跑分 单核是579 多核是4070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CPU的一个单烤 总共的烤机测试的时间是26分钟 温度稳定在8240度 功耗稳定在45W左右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甜甜圈的一个跑分 显考主频的话是在1342 然后最高达到1527 功耗的话稳定在65W 最高可以达到69.8W 显卡稳定在82度 3DMark跑分 显卡分数4749 然后CPU跑分的话4747 整体的PCMark总分的话是5761分 常用基本的一个功能 9366分 生产力的话是8309分 我们来测试一下吃鸡的一个游戏实际体验 在飞机上我们的FPS大概在117到160 然后我们现在设置到1080的一个环境下来 就玩一下这个游戏 CPU的温度大概在76摄氏度 GPU的话是81 显存的话暂停是76% 整个的一个FPS的话 还是运行还是比较流畅的 然后我们在2K的一个画质 我们再来设置一下 它的FPS的话是达到了82到100 然后CPU的话是76度 GPU是82度 整个的一个2K的环境下 运行还是很流畅的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3K的一个游戏画质 整体的一个是在70到95的FPS CPU的话是稳定在77 然后GPU是2% GPU是保持在83 好我们测试终于是做完了 然后测试不易啊 希望老铁们给个一键三连 视频最后我们也对戴零月16PLUS 总结了以下几点优点 第一 3K视网膜全面屏 16比10硬件及防蓝光 屏幕绝对是诚意满满 第二 16寸全金属机身 大电量大长续航 十足精力给你无线创作力 另外就是外出也可以丢下充电器 开机器创作 这点也是游戏本很难做到的 第三 雷电式接口数据传输更快更安全 外接一个5K或者是两个4K显示器 或者是显卡物 没有任何问题 第四 轻薄机身的基础上呢 内存采用的话是双插槽 后续升级方便 第五 戴耳提供了两年扇门服务 如果还能有个意外显的话 就更加完美了 好我们说完优点 我们再来说说缺点 第一 固态采用的话是金斯顿规格2230 PCIe 3.0协议固态速度一般 有条件的可以自己手动升级一下 4.0固态 第二点 可能戴耳定义为高性能创作本 所以说少了游戏本的高刷新 美中不足的话是屏幕的刷新只有60赫兹 第三点 散热一般没有RTX360 三风扇散热 第四点 戴耳自带的控制中心软件 由于官方没有提示清楚 测试好久性能释放都没有达到该有的表现 刺激也只有40到50帧 这也是让我很头疼 我也一直不失其解 咨询了官方售后也给不了解决方案 后面呢还是自己摸索 开始在开始菜单搜索Dell Power Manager 或是Fn加T快捷键打开 里面的话是有带的一个控制中心软件 可以把性能选项选择到极数 性能就可以完全的释放 制作不易 各位看官老爷 记得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见